臨回香港前一天 進入了48小時之內 今天就去了申宿 我就約了去申宿做個PCR檢查 我去做PCR檢查的地方 就在這裡 真的很方便 我做了兩分鐘 三分鐘到達已經完成 出來了 就等結果了 讓大家看看我的手機 剛才剛才買了一些零食 因為我應該在隔壁期間 會不會太好吃 就找些零食吃一下 還有買那個湯 因為我怕那些餐 可能不是太高營養 即是簽罈了 都是小腸 所以就買了營養 這是啫喱 咖啡包 我帶了很多咖啡 我需要喝好的咖啡 咖啡 另外還有一些藥用品 體溫器 龍角散 然後還有一些藥用品 維他命丸 還有一些止痛藥 腿燒 即是有什麼問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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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ね 拜拜 但媽媽就做了 故你幫我拿行李去車站 ありがとう 好嗎 拜拜 好嗎 我喜歡你 我愛你 我也愛你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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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想要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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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好 完車了 終於來了 很久沒來過的食田機場 通常都是飛魚田 嘩 現在很多人飛 對比起我們之前提過的影片 在食田機場就沒有什麼旅客 大家都是飛去外國的 因為途中也看到很多外國人的面孔 現在心情很緊張 因為真的太難沒回香港 究竟香港機場變成怎樣呢 香港變成怎樣呢 多幾個小時我就知道了 現在進來機場 又要搞一大量的文件 給你確認的地勤看 所以就早點離機場 這次我是做了三個小時離機場 其實他建議有兩個小時左右 但我又想走一下機場 所以早點來 嘩 原來有船田機場是這樣的 我已經忘記了了 現在第一件事要先檢查一下 然後再慢慢走一走 後面回到香港 我已經有一天 一會兒 然後我現在已經檢查一下 因為我上去好快 一來一來都不是太多人 其實你準備好些表格 還有提早 寸入的表格 上去KKPC的網裡 其實都可以很快 可以幫你再核對一次 Check-in 的時候要準備三件事 就是要準備疫苗的記錄 準備PCR 48個小時之前的PCR檢測的陰性結果 以及要拿酒店預訂 這三件事齊了就可以順利的Check-in 很多朋友問地勤人員會不會一定要看指管 其實不用的 絕對可以給電子版 即是手機版就可以了 我之前在Cafe Pacific的網站已經寄載了一次的記錄 我昨晚在家裡已經上載了一些記錄 在網上上載了一次之後 我發現你的機場真的很快 以免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臨急臨亡 在最後一天都可以有些修正機會 現在我檢查完之後 就要做一個健康新報表 就是香港政府要求的 大家可以在帳戶前面有QR Code 或者上入境要注意事項 也有個網址可以登進去 就可以貼上申報了 這個就最好現在做了 即是你上機之前有時間就做了 去到香港機場之後 如果才做的話就很浪費時間 好了 上去看看 現在還有時間 嘩 這麼靜的 好安靜喔 這裡沒有開了 嘩 那邊餐廳也沒有開了 嘩 那邊休業了 嘩 那邊休業了 嘩 嘩 嘩 那倒是真的沒有客人 沒有旅客 我以前也來這裡吃過飯的 嘩 靜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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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 有少量店舖開的 即是十間有兩間開的 這一間買手信也是沒有開的 我還打算來機場買少許手信回去 原來這裡會沒得買的 可能都陸續會有的 我等一下再找一下 這裡有一間有開的 但款式就不是很多 這個位置是甚麼事 因為不是店舖來的 以前是一間壽司店 但就封起來了 全部都是 嘩 這間也沒有開 這間也沒有開 他也是休業 他就沒有休業到多久 先看看這邊 有一間餐廳 嘩 很多客客 這個 整個四樓是由一半沒有開 即是大半沒有開 沙伯菜在這裡 但前面有個ABC Mart 就已經沒有了 嘩 這裡有我最喜歡的貼紙店 這間貼紙店近年在日本很熱 那些貼紙都很可愛 是很可愛的 又是一半一半沒有開 或者是大半都沒有開 那剩下一些呢 可能是比較大的brand 即是堅持到做下去 這邊也是很可愛的 四間店只剩一個店 來開 這邊也是圍滿板 但我都不太記得這是什麼 雖然是這樣 但Pokemon Store 它有開的 在這裡 我下了一層 這個位置 應該是整天都是 Yuuu Anishinippon的那個節目 等外國人出來的那個位置 而重點是 我發現了這一間成田Anime Deku 很大個Gundam的頭在這裡 一會兒去看看 可愛 嘩 這間店很棒 你看看 那些牆都結合得很漂亮 但今天很安靜 沒什麼人在這裡 SAO 又有進一滴的人 嘩 前面那個牆才正 可以讓大家拍照 嘩 超級 嘩 還有SAO 背後好像是京都那些寺廟 前面還有一個進擊的巨人 富士山的背景 挺帥的 嘩 好正啊 有Winecraft 皮卡超 Pokemon 它有分開作品的名字 挺方便 告訴大家 去找 喜歡的 作品 也有Tamashi Nations的產品 最喜歡的了 走了一會兒 還要進去 進來禁區了 但也有不少房子沒有開的 包括一些名店 但免稅店都可以買的 這間真的什麼都有 由手工藝品到 食品 化妝品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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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區裡面的店 好像好行 最後買了這幾盒回香港 送給家人和朋友 這個房子 當然是有東京的品牌物 因為現在登機了 好緊張啊 途中 一條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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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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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就是毀了一些沙的 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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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嵩 有一堆的楼 日本的沙嵩的沙嵩 是在整個地面 就是起食的時候 所以是一大片的屁股 真的有很多沙和海 OK 終於到了 現在要問一下 剛才那一刻 我心裡想哭 因為太久沒見過香港的風景 現在開始檢疫了 很多牌 職員都會戴上膠膠 牌上繩子的圍起來 全面很適合 所以店舖申報表 現在在2號 全部都是做了隔離 就是這些阿里道港旅行的通道 這些店舖全部都沒有開的 樣本採集區 我拿了一個紅色項繩 紅色牌 還有一個抽揚的瓶子 自己去做檢查 剛才香港的入境處職員 真的很迅速 很快手 也很有禮貌 我已經做完了 我已經做完了 快到爆 我想說 香港的職員 真的很迅速 很有效率 跟日本比較 天與地 我用了一分鐘的時間 就已經採完樣本 就是要剁鼻 再在口裡撩幾下 哇 很快出來了 完全沒有等候 一直走走走走走 經過很多關 就到了 出來了 現在就去酒店的車了 真的很迅速 上個檢疫的 半小時至一個小時 然後就寫著不同酒店的號碼 我就是8號 不是8號 是18號 搞錯 按自己號碼 我18號 這邊就是酒店巴士停車場 這邊就是酒店巴士 對了 房間25個 我開始上房了 好了 我現在上房了 拿了一包酒店派的快刷棒、碎枝和房卡 就不能够出来的了 现在开始 2、5、1、7 上来之后是对自己走的 很多空气新生机 和墙壁是贴上的胶板 2、5、5 哇 哇哇哇 很多椅子在地下 那我就是这间房 这一刻就不开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房了 看看 我特意设计更大一点 有东西看 哇 双人床都可以 一张桌子 有椅子 很大 香港来说算大 放在这边 哇 还可以 挺漂亮 挺漂亮 哇 1、2、3、4 5、6、7 7支水 7日1日喝一瓶 还发现门口很多这些贴地告示牌 就告诉你 你在旁边的间银行怎么做 在地下 就有这一部的空气制化机 因为是长开的 而且是开得很大的 就是明确是空气流通 也挺好的 早晨了 今天是第一个早上在香港的早上 这些材料 就是说你在检疫期间 可以怎么做 以及要做些什么 包括有一张 抗原测试结果新报表 每天都要做这个快速测试包 做完之后 就把结果放写在这里 也要自己拍照 然后在指定时间 将这个气质 手店都会查询 你是否真的有气质 因为他要知道你真的有做到 所以大家要记住 留意时间 另一个重要就是 铲蛋 看看吃什么 最开心是这个 除了这个之外 应该是没什么乐趣 最后还有这份大疊的资料 就包括检疫期间 你应该怎么做 比如开门的时候 戴口罩 如果你不做的话 会罚钱等等 还有一些新报表 健康记录表等等 大家就要慢慢去讨论这份资料 还有一个说漏了 就是这个 它有个体温计 大家每天都要量体温两次 昨天在机场回酒店之后 真的很累 因为我从成田机场出发 在3点到机场 然后回到酒店是凌晨1点 所以可想而知 经历了差不多10个小时的转折 飞机 走来走去等候的时间 真的很累 所以今次起床之后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整个检疫过关的流程是如何 其实整个检疫过程 都比想象中快 因为我本身以为要做PCR 可能等2-3个小时才出发 结果 但在最后只是做快测 所以做完之后 捞好鼻子后 其实它就会收走那个样本 那个检体 一直走到去吸引 过关 那些东西基本上 没什么等过的时间 最多等了2分钟 便可以走 还有可能刚好 我就不是旺季回来 我是7月底 即是未去到暑假的日子 所以回来的人数 都未至于非常多 但我班机都坐了7成 但我都觉得是快的 但最久的时间 等候时间 是我想象不到的地方 原来是等巴士回酒店 是最久的 因为你又不知道等多久 它又不会写着等候时间是多久 刚刚我去到的时候 那条队是没有人的 可能刚刚的车走了 大概等了差不多 20-30分钟才有一班车来 可能大概是这个时间 而那班车 就会参加那一带的住客 回到不同的酒店 所以刚好 我那个酒店 就是整条路线 差不多是最尾 或者是尾 那间酒店 所以就送前面 停了起码 五、四、五次 才到我那个酒店 那真的要等 回到酒店之后 就会有个专门 是给了检疫人士的 check-in desk 一个专门 一个专门 隔着检疫人士 和front desk的职业 中间就会有个盘板隔着 那你就会隔着一些证件给她看 隔着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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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证件给她看 那它就会帮你check-in 整个check-in行程是超级快的 因为可能它有小的资料 所以立刻可以上房 而我的房卡 原来都是刮一次 如果你出去 回来 是不能回来的 当然了 你出间房也是犯法的 所以大家不要 开门 散开门的时候 不小心闭门 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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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计划都可以 那便可以给Digital 但我以防万一刮刮三张证明 只有四张A4字 最后经我实测后 其实两张都可以 无论是日本也好 香港也好 Digital也是完全可以通行的 不需要纸都可以 但是呢 假设电话不够电 因为等候时间可能长 如果你有多大尿袋 尿袋没有电的话 你开不了电话便会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能准备令指本 因为我当时就是 电话差不多没电 但幸好都有电 但问题是 我拍了一些照片 即中间拍了一些飞机餐 拍了一些飞机餐 拍了一些飞机餐 发觉到了很上的文件 按照片上面要找一段时间 即使搞到很久了 所以快捷方面 有时真的很传统 拿回A4字 好了 如果大家对于今次检疫 或是由日本飞回香港 或是在香港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箱问我 我都会很高兴回答你 但可能如果是泰斯的问题 都是Mexico方便说的 希望今集帮助到 想由日本回香港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